副队 救我 我知道师父的一个大秘密 我这么短时间内提成的大秘密 我可以多告诉你 大师姐 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我可以帮你做一件事 苏南清定定地看着他 傅沫涵又看了一眼安托万和萧恩 这两个人的事情 我也会找人不追究了 你师父在哪 在善存堂 善存堂的地址是 他清楚地把善存堂 在京都的地址告诉了苏南清 苏南清眯了眯眼睛 踢了他一脚 把他踢到了傅沫涵脚下 记得把人还给我 言外之意就是 你傅沫涵审讯完了人 还是要被处理掉 我不能原谅他 留下这话 苏南清已经跳下了擂台 直接往外走去 去哪儿 去踢馆 善存堂 他看到少女打赢了他以后 走到旁边拿起一个梯子 接着人爬上去 直接摘下了他善存堂的牌匾 旋即用力磕在膝盖上 海边应声裂开 一分为二 这就是踢馆的结果 从今往后 善存堂在苏南清面前 将会永远抬不起头来 外面警惕大作 傅沫涵拿了英律 从他口中知道了人体实验的事情 又怎么可能不来抓捕艾比盖呢 英律疯了 怎么会 不知道怎么回事 人被抓起来之后 招认了艾比盖的徒弟都服用了改善基因的药剂 才会变得这么强悍之后 人就忽然疯了 我们的线索又断了 这是你的事 他说完以后 大步往外走去 门外 霍军耀和苏军艳静静站在夜色中 似乎在等着他的归来 苏琪的床 爆了 苏军艳点头 霍军耀扶住了他的胳膊 可苏南清却忽然想到了什么 看向了苏军艳 对了 我的邮箱 有一份很重要的邮件 我今天早上醒过来 跟着几个人去找苏琪 直到现在 也没有看到DNA检测的结果 他想拿出手机来看看 可刚一低头 面前一黑 整个人就晕倒了过去 清清 那清 两个人惊呼一声 选急 霍军耀把苏南清直接抱了起来 到达医院后 怎么会流了这么多血 快 去手术室 接着 一群人浩浩荡荡进入了手术室 五分钟后 莉莉从手术室中走出来 怎么样 莉莉抽了抽嘴角 似乎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哪里受伤了 你在这里发什么呆 快去救人呢 他 他还没有受伤 那他身上的血迹 他手上有瘀青 应该是打人的时候落下的 但是 身上的血 的确 都是别人的 那 那他怎么会晕倒 唉 老板 睡着了 莉莉回想了一下在手术室里尴尬的场景 我拿出剪刀 一剪子剪开了阿姨的衣服 然后就看到 他身上皮肤洁白细腻 一点伤口都没有 最后 给他洗了个澡 阿姨 他很爱干净 不洗干净怎么睡得着啊 霍军耀和苏军燕一阵无语 这睡着的也太突兀了 有谁是正在说着话 忽然就睡着呢 似乎看出了两个人的疑惑 那个呀 是脱力了 之前在国外呢 也有过这种情况 有一次 老板做了一台15个小时的手术 严重地超出了 他平时睡觉的时间 出来以后呢 似乎小果仪姥姥那边 也有什么事 就又熬了半天 最后啊 昏睡过去了 听说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苏军燕松了口气 霍军耀却还是不放心 那他要睡多久 保守估计的话要两天 可是吃的呢 总不能饿着吧 很不行的 尤其是这次 他体力透支的更加严重 我看呢 他的肌肉都没有放松过 最起码要睡两天 至于吃的 您放心吧 我会定时给他输营养液的 哦 对了 还有一个好消息 孩子又里面 老板让我观察的那个人 今天 他脱离了生命危险 只是以后啊 想要再站起来 很难了 骨头全都碎了 人怎么可能站得起来啊 能留下一条命 已经是因为安提亲自出手 中西合并 并且及时救治了 三叔 你怎么回来了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就瞒着我一个人 南清现在昏睡不醒 我在医院里 也躺不安稳 干脆 回来看看他 苏军燕瞪了苏叶身边的人 几眼 别瞪他们 是苏西那小子 迟迟没来看我 我察觉到异样 这才逼问出来的 这丫头回国了 三叔好 这小子这么多年不结婚 就是在等你 丫头 好好珍惜啊 陶陶看向了苏军燕 苏军燕则面色微红 在外是人人惧怕的苏家长全人 可在苏叶眼里 他永远都是一个晚辈 还用这小子来称呼他 苏军燕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男青的小丫头 也在家里的吧 我这第一次见面 是不是应该送点什么礼物 刚想到这里 客厅里就传来了一道熟悉的稚嫩声音 达爷 你是莎士比亚没有事吗 会不会玩啊 你说什么 不要骂人 骂人骂的金主外公都不来我支播间了 苏南清婚睡过去后 苏小果就没了安全感 不要跟着爸爸在霍家了 无论怎么样 都要守在苏南清身边 撒娇卖萌 最后趴在苏家的地上 打滚耍赖 就是不肯跟着霍军耀走 霍小时也不说话 最后 霍军耀实在是没办法了 给苏军燕申请了一下 暂时在苏家给他开辟了一间客房 让他可以在这里办公 也守着两个孩子 苏军燕接到管家的电话时 抽了抽嘴角 这个霍军耀 腹黑到极致了 我就不信 霍军耀怎么就搞不定一个孩子 再说了 就算真搞不定 家里那边说一声 霍小少爷在苏家玩呢 又怎么了 可管家哪里敢拒绝霍军耀 苏军耀知道的时候 霍军耀已经搬进来了 简直是利用孩子 无耻到极致 还没结婚呢 住在一起想什么话呀 霍军耀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似乎在处理什么文件 那副悠闲的模样 简直是把苏家当成自己家了 苏军耀抽了抽嘴角 爸爸 他们都说 金主外公这么久不来看我直播 是因为我妈人不喜欢我了 是真的吗 霍军耀其实正在紧张着 因为他得到了消息 苏叶回家了 原本以前看到这位长辈 我只是有几分尊重而已 可现在完全不同了 苏老先生可是轻轻的父亲 我这个女婿可不能丢了面子 他正在绞尽脑汁地思考着 怎么哄苏叶开心事 听到了苏小果的话 身为女儿奴的他 不假思索地开了口 怎么可能 你怼人这么快 那为什么金主外公不理我了 QQ上也好久没联系了 我让妈咪帮我找他 也找不到 爸爸 你真的不会黑客吗 身为外 当然会 可我不想找 金主外公 在女儿这里 竟然还跟我争闯 而那个金主外公 没来的这段时间里 我的礼物榜终于是第一了 我真不会 爸爸可是一个 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爸爸的公司 也都是按照规矩办事的 苏小果叹了口气 低下了头 旁边的 霍小石则抬起头来 微微叹了口气 唉 这个爸爸也实在 太不要脸了 连五岁的妹妹都骗 你非要找金主外公干人吗 我看他对你 就是一时的喜欢 不会很长久的 不然怎么可能 没说一句话 就突然消失了 这是很不礼貌的一种行为 小果 以后我们不理他了 可是 金主外公万一是生病了呢 不可能 他那么有钱 生什么病也不可能 会一下子忽然消失的 嗯 爸爸你说的对 我再也不要理金主外公了 在门口出 只听了一句话 就认出了苏小果 是糖果甜点的苏叶 一脸蒙蔽 刚刚认出小果果的时候 还有一种 网友即将见面的 忐忑和信心 现在的话 就只剩下愤怒了 那个霍军耀 怎么叫孩子的 霍军耀听到了 门口出的响动 急忙站了起来 在看到他以后 殷勤的上前一步 伯父 苏叶盯着他看着 好看的眉眼里 尽是嫌弃 你还是喊我三叔吧 毕竟你和军耀是朋友 不对啊 喊伯父是以清兄 未婚夫的身份啊 喊三叔 这任亲啊 伯父说笑了 轻轻听到我喊三叔 会揍我的 霍先生 我苏叶从不说笑 你和清兄什么关系啊 喊我伯父 我们订婚了 订婚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女儿订婚了 你们什么时候 举办的订婚仪式 又是什么时候 立下的婚书 上次货家宴会上 我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清兄是我的未婚妻 本来都确定关系了 可怎么到了他这里 反而不承认了 伯父说的是 这些我都会补上的 苏叶没有看他了 反而看向了 坐在沙发上的小果果 小果果也瞪着 黑葡萄式的大眼睛 看着他 苏军燕看到这种情况后 推着苏叶 靠近了苏小果 四叔 这是南清的女儿 小明小果 小 小果果 外公 苏叶只觉得 瞬间舔到了心里 以前 小果果在QQ上 和我进驻外公 我只觉得这个孩子舔 可现在 才发现是真的 舔到了心里 嘿 刚说完这话 游戏里的霍尘艺开了口 老大 快点看你的直播间 他们都在嘲讽你 苏小果听到这话 顿时低下了头 直接就看到直播间里 弹幕上 大家都在笑话他 被金主外公抛弃了 苏小果蔫了 嘟起了嘴巴 不再说话了 苏叶看到他这副样子 心疼坏了 急忙拿出了手机 悄悄冲了直 然后趁着其他人 不注意的时候 快速地去了 苏小果的直播间里面 打赏了一百架飞机 铺天盖地的礼物 忽然间笼罩了整个屏幕 金主外公来了 苏叶又超过了第二名 成了榜一 他满意了 可刚放下手机 身后站着的霍军耀 却忽然拿出了手机 也打赏了一百架飞机 榜一瞬间再次换人 苏叶一阵无语 霍军耀开了口 小果 不能让一个外人 左右你的情绪 别人有的 爸爸都给你 谢谢爸爸 霍军耀打赏了飞机后 放下了手机 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觉得客厅里的气氛 似乎不太对劲啊 好像平白无故 冷了几度 他定睛看去 就发现苏叶身上 蹭蹭冒着冷意 阴嗖嗖地看着他 伯父 怎么了 霍先生 你很闲吗 还好啊 管家 霍先生 还要忙着 处理公司的事情呢 家里这点小事 怎么能打扰到他呢 快点送霍先生去上班 霍军耀茫然不解 求救式地看向了苏军艳 却见这位大舅哥 不仅没有帮忙 甚至扭头看向了别处 那一双平日里总是笑眯眯的毛子里 此刻竟然透着几分幸灾乐祸 苏军艳势真的觉得爽 他和霍军耀两个人决定着京都的经济命脉 两个人经常打交道 两位大佬级别的人物 都是挥斥方求的角色 什么时候见霍军耀这么憋气过 求很爽 霍军耀见他不说话 而这个家里毕竟是苏业当家 他也不能不听话 那行吧 那晚上我再来看清清 南京身体没事 不用你常来看望 等他睡醒了 他会主动联系你的 那晚上我来看小时 小时 伯父 忘了告诉你 霍小时和苏小果 是我和清清的孩子 龙凤台 苏业是一脸蒙蔽 终于隐隐占据上风的霍军耀 看到他有点呆愣的样子 直接往外走 伯父 那我先去工作了 还是多给岳父大人 留点接受的时间吧 等到霍军耀离开了以后 苏业这才看向了苏军衍 所以 这两个孩子早就在一起了 两个孩子说的是苏南清和霍军耀 孩子都五岁了 用过晚餐后 苏总 出意外了 怎么 赵慧言来到国外后 在美国直接把你起诉了 起诉 他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孩子的抚养权 他怎么敢 赵家的人呢 赵先生那边联系了他 让他撤诉 可他不听 非说孩子是他的所有 是他的唯一 就算不能和您在一起 也要起诉要孩子 这如果在国内 我们很容易解决 可现在偏偏他在国外起诉 我们在这里不太方便出手 可问题是 他不是美国估计 是怎么在美国做到起诉的 美国的法院 为什么会受理这样的案子 这些我们还在调查 但法院似乎很重视这个案子 已经在准备给您发传票了 好好瞧 是 门外 霍军耀看着苏家灯火通明 格外的羡慕 他很想进去 可刚刚让管家通报了以后 那位岳父大人 竟然死活不让他进门 还说什么太晚了 就不留他这个客人了 霍军耀不想被排挤在外 我父这个人不是我能搞定的 除非大舅哥帮我 可让大舅哥帮我 我必须给出有力的东西来才想 霍军耀忽然想到了苏南青 拿了陶陶的头发和绵绵的样本 去做的DNA比对 他唇角微钩 有了 而霍军耀正在黑进苏南青的邮箱 他修长的手指在手机上灵巧地按着 眼看着就要进入苏南青的邮箱里了 结果却忽然失败 屏幕上差点黑屏 霍军耀盯着那嚣张的一个红字滚 忍不住笑了笑 很好 是他的风格 不过那邮箱加密措施可真是厉害 恐怕只有Q能办到了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认识Q 就能让Q给他一个邮箱加密 霍军耀勾了勾唇 决定放弃进攻他的邮箱 否则他醒过来后发现自家邮箱被强行攻破了 估计要生气了 他拿起了手机 拨打了莉莉的电话 喂 您好 这里是莉莉 请问您是哪位 霍军耀 老板夫 不对 是霍先生 请问你这么晚了 您打电话过来有事吗 老板夫 跟老板娘一个说法吗 竟然让我还有点隐隐的欢喜 哦 静静两天前让你检测的DNA报告 结果是什么 老板让我做的事 我只给老板汇报 不过嘛 你身份特殊嘛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只告诉你一个人哦 嗯 说 DNA结果显示 被检测人确定为母女关系 没想到 清清的怀疑竟然是正确的 嗯 谢谢 不客气 霍先生 有什么事呢 都可以尽管吩咐啊 挂断了电话 霍军耀想了想 又给警行拨打了一个电话 五年前国外的事情 你查的怎么样了 就算DNA显示 涛涛和绵绵是母女关系 也要拿出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照顾 研偷孩子的事实 我之前是把这个事情 交给警行了 毕竟是五年前了 况且还是在美国 不像是国内调查东西 都那么快 再给我十二个小时 就可以有一个结果了 好 关了电话 这么重要的消息 我可不能等十二个小时后 再告诉这个大舅哥 否则还怎么拿来做交换 于是 他给苏军艳发了条消息 大舅哥 让我进门 我有个重要的消息 告诉你 和陶小姐 苏先生 查到了一些线索 苏军艳此刻正在接电话 助手因为是在美国 所以调查事情都有些缓慢 不像国内效率这么高 说 赵慧言的确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才能够在美国起诉成功 而且赵家内院的态度 就在刚刚 他们通过了一个国际程度后 变得忽然强势起来 说这个官司 一定要与苏家打到底 什么人的包装 穆赫卡尔 原来是那个人 穆赫卡尔 是美籍华人 目前在美国洛杉矶的地下势力非常大 因此 在国外名声很大 国内也时常听过他的名字 他们属于雇佣兵性质 团队里的人全是美国的退役特农兵 私下里接受高难度任务 例如刺杀等 他们组织的名字翻译成中文 叫暗杀者 组织从成立以来 接受的刺杀计划 从无一例失败 是世界上都异常警惕的杀烧连忙 吵架怎么会忽然被他逼护呢 他为什么出手 还在查 能查到就查 查不到的话 给穆赫卡尔带句话 我们苏家尊敬的 但不是惧怕的 孩子的事 没有商量的余地 是 挂了电话 苏军燕这才看到霍军耀的消息 他慢慢拧起了眉头 有重要的消息 难不成跟南清晕倒之前 说的那个邮件有关 他看向苏叶开了口 四叔 让霍先生进门吧 不让 下午的时候 我给小果果打赏 那个人就一直压着我 非要和我争榜一的位置 搞得我更不高兴了 还想娶我女儿 苏军燕看向苏小果 小家伙顿时跑到了苏叶面前 外公外公 让爸爸进来吧 我想爸爸的 听到小果甜甜的请求 苏叶有点招架不住了 乖桥外孙女的请求 能拒绝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啊 苏叶抽了抽嘴角 瞪了苏军燕一眼 霍军要在门外的消息 是管家直接进来 私下汇报给他的 苏小果和霍小石 根本就不知道 甚至吃晚饭的时候 苏小果还好奇地 看向了门口处 爸爸怎么还不来啊 苏叶当时凉凉地开了口 估计忙工作吧 像是这种一忙起来 就不顾孩子的父母 最不负责任了 我们小果果以后不要喜欢爸爸了 好吗 白宫 我不能这样的 为什么 妈咪从小都要忙着睡觉 更不负责任呢 爸爸好歹每天陪我的时间 都比妈咪多一倍还多 我根本就没见过 青青和两个孩子的相处模式 没想到 竟然把女儿也扛了 我刚那句话呢 只是考验你 没想到我们小果果这么厉害 竟然通过了外公的考验 苏小果顿时仰着小脸笑了 一双大眼睛扫过了后小时 两个人又开始了眼神较量 哥哥 看到了吧 外公不喜欢爸爸 还想说爸爸坏话 还是我厉害 把话都堵回去了 自从小果回家后 为什么暴君和这个听说很严肃的外公 都变得如此幼稚了呢